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红呢 始终咱们定义完成了 定义完成的时候 无论是不是带参数 还是带默认值的话 统统都是放到一个文件当中 那既然如此的话 这个红应该跟Python也是比较类似的 它也可以放到一个模块里面去做 所以呢 我们完全也可以把这个红 专门的给你提出来 单独的去建一个文件 然后呢 我想在这里面去使用的时候呢 你直接去使用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单独要给它建一个文件了 单独建一个文件的话 我比如说还把它叫做html这样的文件 比如说把它叫做这样的红吧 micro 这是input的一个红 所以呢在这里面我直接进行操作了 在这里面直接进行操作的话 前面的这些股价都可以去掉 然后呢只保留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在这里面只保留的话 只要是说那个红的定义就可以了 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这里面 已经定义一个红 那咱们就把这个红给你拿过来 比如说还是带了默认值的东西 我给你放到这 单独的放到一个文件当中 放到一个文件当中的话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一个红就定义完了 比如说把它换一个名字 叫做input4 把这个红定义完成之后 那我回过出来 如果想要在咱们的程序当中 去使用的话 那怎么去用呢 在模板当中 如果想要去使用那个红的话 我们直接去信息导入 首先还得去导入 那再进行导入的话 怎么进行导入呢 导入的时候呢 要去进行注意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使用的语法 自然于这个语法呢 就是说要import 这一点呢 跟排词是一样的 导入那个文件 然后呢 再给那个文件 要去起一个名字 就相当于给这个模块 起一个别名一样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个别名 去调用那个里面 所定义的红了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得去导入import一下 什么东西呢 import 刚才我定义的红文件 是在这儿呢 所以是micro 然后呢 input.apml 导入它 导入它之后 我给它起一个名字 s 比如说这个名字呢 就是关于模块的 input的 我给你导过来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 我给你起完一个 名字之后的话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在这里面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使用的时候呢 还得是直接去调用 然后呢 应该是m里面的 input当中的 刚才我定义的这个东西 应该是叫做 input4吧 input4 所以是input 然后呢 4再加上括号 如果你全参数 就去传三数 如果你没传三数的话 就采用这样的一个默认值 因为我刚才 这样的就是带有默认值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你如果从模块里面 调用的时候呢 它就不是大括号了 而是说 得大括号 百分号 得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代表一段语法的执行了 所以我们回过来 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咱们重新刷新 我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运行 还在运行着呢 咱们重新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刷新一下页面之后的话 那应该是 input 不对 应该还是这个东西 还是大括号 我这个东西写错了 还是这个大括号 因为导入之后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模块的概念 相当于调入模块里面的东西 所以上面怎么去用 下面还是怎么去用 这个东西 我们把这个地方给你去改一下 我们先来去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这里面是不是有了 我没有给你去加那个标题 咱们把这标题给你加起来 h1 input4 回来刷新一下 然后你看一下 这里面实际上是有那个input4的 相对应的 我导入进来的东西呢 也在这了 所以呢 这个文件这个地方 应该是写错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红的一个补充 我们这里面的一个一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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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